各位觀眾朋友們 大家好 大家午安 今天是7月8號禮拜一 歡迎大家鎖定為的電視網 來欣賞的是2024年 第43屆的威廉瓊瓷杯籃球邀請賽 今天我們在欣賞完第一場 刺激的一個日本跟菲律賓的交手之後 馬上又為大家帶來的第二場賽 是將會由中華藍隊 來面對馬來西亞 另外包含的就是說 第一場比賽就不錯的韓雅恩 今天繼續被排在千八米三 昨天打得不錯的劉昕瑜 今天也拉上了千八 馬來西亞這邊的千八五人做了一些圍條 蘇維穎還是繼續打千八 另外搭配的是卡拉媽蒂 還有他們的一個洋將Destiny Samuel 另外兩位球員分別是張瑩瑩 還有他們的一個隊長葉弘儀 昨天 那其實可以觀察一下12號的卡拉媽蒂 陳孟勤再回過來 外線這球出手得分 戴怡婷 出手 那 昨天其實已經調整得很好 那就是要把他繼續延續下去 對 昨天在一開賽其實看得出還是 雖然是對泰國 但有一點第一戰對日本那樣的一個 英語球隊 對 那現在一號 馬來西亞的射手 陳欣傑上來了 陳欣傑昨天在最後關頭也是 拉尾盤 他 葉弘儀跨不進去 對 你現在看葉弘儀在打他 經驗是真的非常好 陳孟勤找到的底線 戴怡婷埋伏 好球 大空檔投進三分球 今天的第二顆三分球 對 旁邊馬來西亞很暫停 我們休息一下 等一下再回到新莊體育館 好球 他的球拳 葉弘儀很遠的一個距離外線出手 這個場是沒有投進 籃底下 馬來西亞這邊進攻籃板拿到 所以說卡拉媽蒂的一個處理球 看起來可能在進攻手段來講 比較粗糙一點 對 那他也34歲了 所以他的跑動能力也比較不好 HAND UP 給他陳孟勳 好球 再分出去 好球 韓亞恩的三分球 八分但命中力是比較低的 畢竟他是有經驗的球員 但是也代表他的年紀會是比較大的球員 所以連續三天的比賽 也考驗他的體力調配 對 沒錯 中華隊拿到籃板 陳孟勳 擠挺跳投 好球 現在也打回了信心 17比4的開局 需要一點經驗去累積 尤其這樣從事被打場面 20比5 好球 這邊給到王維寧投三分球 對 再來到18分的分差 底線這個助手沒進 籃底下 我卡位還是要做確實 籃板球沒有抓下來 竟然跳投沒進 對 對 好 回防要快一點 對 退防稍微慢了 對 退防稍微慢了 而且比較沒有注意到 對 這其實都我們 中華藍白蠻常發生了一個問題 退防速度比較慢了一點 對 蘇嘉賢差點投進一個logo shot 第一節打完之後 藍隊23比9領先馬來西亞 對 可能不能因為一兩場的好球勝利 那他就覺得要停止進步 對 許士涵這個切入的上籃跨步 跨得非常大 翻到底腳 這一個球跳投得分 對 謝明依 謝明依 能理能外的搭配其實是很好的 黃曉彤再回過來 給他歐傑 滿了右側四束五角 對 其實講完他馬上就利用他的一個 他有181公分國旗 謝明依換到另外一側找到感覺 許士涵切進來 小心不要受傷 對 他這一球一個假傳真切 假裝要做傳球 他往內做一個突破 再看這一次突破 那進球之後呢 再下落他撞到了胡雪玲的腿 對 對 那許士涵本身他的切入破壞性是非常的大 對 那他的節奏 節奏的變化也是很好 好球 現在這邊這一波打得漂亮 對 這個下擋以後一個往外一個往內 許士涵 對 都是在高位來做這些傳導 林文宥投進了一個外線 是吧 廖維琴來守他 好球 這邊迫使馬來西亞發生十五三位針 應該會自己上 對 這一次不用再傳了 對 這是他最擅長的 兩邊各還有一次進攻的機會 秋凱莉 在籃底下有高度優勢 好球 把握住了這一次的錯位 秋凱莉的防守籃板 時間也幾乎到了 好 半場打完之後 中華籃目前三十七比二十 領先馬來西亞十七分 好球 黃維琳 面對幫忙防守這球被夾掉 對 那這球協防來得非常快 好球 那這個失誤呢 讓中華隊付出了代價 這個球 探地拔鬆的一個三分球 起馬射箭 被影響到 又搶到進攻籃板 葉佛英 下半場在趕進度 對 怡琳在第三節出手的四次三分 都沒有把握住 張穎的突破上籃得分 張穎的突破上籃得分 回來 但還是要持續地進攻 快到韓雅恩另外一側 終於有了 好球 所以韓雅恩今天 他的進攻企圖性非常好 下半場因為秋奇教練 做了一些陣容上的調配辯證 小童 小童 兩位雙控 這是一個M1 對 被七十二號的陳巧婷 投進了這一球高難度的M1 其實身體已經是有點跌跌撞撞 那個Top Shot 他自己很振奮 因為有點像丟千球的人 陳巧婷這球沒有保護 中華隊機會來了 有機會打一個反快攻 第二位請上籃得分 成功的防守帶動的一個反快攻 劉佩琪現在回到場上 中華隊這個球好球 韓雅恩的上籃得分 對 韓雅恩在這一段時間表現得很好 還有2分19秒 現在馬來西亞這邊 李信展教練請求暫停 然後分差回到了12分 中華籃領先 想要去搶攻 韓雅恩回到胡鼎 第2個3分球 韓雅恩在這一波 在連得了8分 也是他們這場比賽 單節最多得分 藍底下 陳巧婷舞進2分 陳巧婷在今天打得也非常的活躍 這一節有一個3分打 我們已經傳進到籃底下 劉欣雲把這分數補回去 對 這就馬來西亞最大的問題 再找過來 謝謝民意外線出手沒進 藍板拿到但時間也到 第三節結束 藍隊在三節打完之後 保持雙位數的以前 50比35 我們休息一下 等下進入到最後的決勝節 進局給穩住 對 那他現在好像有點傷勢的問題 可以在場下做治療 因為要連續的打比賽 所以要好好保護 林文佑 還有林文佑 陳夢欣 蘇嘉賢 再看一下這前一球 Touch Pass 給到林文佑外線了 對 他的出手的手感 跟他的動作都非常的標準 馬來西亞現在擺上 比較能運球的 就只有他而已 對 而且莊佳穎他可能 打法上他也會 比較要求權 找到更多出手的感覺 林文佑 好球 環到右側的一個外線跳投 而越的距離直接跳投得分 這是個大號的三分球 劉佩琪 五十六比四十二 回到湖底 好球 戴伊婷這邊也歡迎顏色 對 戴伊婷在第三節的四投零中之後 這球一上來馬上就投進 這個球多遠啊 這很像我們在第一場比賽 看到菲律賓的Castillo 調到中華隊的手上 再回給到歐傑 這球爬進去了 陳夢欣的助攻 球的動作 然後就單打 歐傑再回給到林文佑 好球 第三 第四節已經進了第三顆三分 對 歐傑 現在快到了拆彈 成功 這個球非常有水準 一個帶一步的急停跳投 對 這個鞋防站的位置相當好 再看剛才這個球的拆彈 在湖底這附近的急停跳投得分 這球非常不簡單 柳欣雲這個出手 這個手感是會傳染的 對 即將收下他們在這一輛重置被第二勝 要一起底線的一個跳投 來到了二十九分的差距 對又是一個三分 這幾波攻擊我們的三分把握度很高 好來回顧一下中華隊今天的一些精彩表現 林文佑 在下半場 他的一個外線發揮 今天三分球七投三中 攻下十三分 對 當這樣的一百八十公分的長人 在三分線上做出手 那出手點又比較高的狀態下 其實是很難去封阻到他 他有很好的出手的機會 跟出手的發揮 跟很好的磨練機會 對 明天晚先最後一場 壓軸就是台灣內戰 第一場喔 菲律賓跟日本的一個打法 其實就應該對中華隊來講 可以學到蠻多東西 對 第三敗 好球喔這個佩額 現在可以回來 陳曉廷藍底下拿到兩 好 恭喜藍隊友今天 在第三天面對到對手馬來西亞 雖然在第三節一度被馬來西亞追到 各位數的一個分差 不過在第四節 他們靠著林文佑的一個外線的一個發揮 那再加上歐傑也好 還有像戴雨婷的幾次的一個外線命中 讓球隊是穩住了尾盤 而且進而一步把比賽給帶走 第四節是二十六比十的攻勢 沒有魔法 來說